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我是尹克,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今天我们来聊聊物价,今年因为武汉疫情,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从7.2慢慢的,从7.0慢慢的走高到7.2,再从7.2重返6.85, 最低到了6.82,然后现在又齐稳到6.85,接下来可能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会在6.85到6.9之间就齐稳, 其实美国最希望就是美中之间的汇率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全球对中共的制裁反而使人民币涨价, 其实啊,那个现在啊,从那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啊,很多国家对人民币的这个依赖性,就对人中共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强了, 因为中共手上掌握着14亿的老百姓,掌握着14亿的猪狗,最近习近平出来说话,王毅出来说话,动不动啊, 他中共,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就代表中国人民,中共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的普遍认知,那么但是,中共还是厚颜无耻,就是希望自己能代表14亿老百姓, 那么他给予老百姓的是什么呢?现在,我拿我们沿海绍兴地区,沿海省份浙江绍兴地区来说算, 一块猪肉,45人民币一斤,一块牛肉,85块人民币一斤,一个鸡蛋,一块五,就五块钱只能买到四个鸡蛋, 现在就是外长那边,最近义务又消停了, 刚刚川普和那个拜登竞选的那些义务的制品,竞选品,已经都拉往了美国,都运往了美国, 因为马上就在大选嘛,对吧,每年有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有个叫义务指标, 今年的义务指标,看样子川普又得连任,又得赢,但是呢,圣诞节的物资也基本发走了, 这个两个大的物件一发,义务犹如死尘,就这两单生意做完以后,没什么生意好做的, 大家对你义务的依赖性其实没有那么强, 现在有很多国家完全可以替代你中共的这些廉价的商品, 你可以替代替代Made in China, 那么没有商品的制作,没有商品的外贸,没有商品的销量, 你哪里来的外汇创收啊? 中共现在拼命的在买美豆,什么原因?扛不住啊, 中国的油粮米面都快见底了,是吧, 中储粮,中粮集团,习近平啊,已经委派军队监管, 为什么呢?大伙,你派纪检部门下去查, 大伙拿来烧啊,他只能派军队监管,对吧? 那你油粮米面,基本的名声啊,那你总得花外汇买啊, 所以拼命卖外汇,卖美债, 这个也都不重要,那么我们去看看东莞, 广东工东莞打工之城, 老板找不到工人,工人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呢?老板希望找到的是廉价工人, 工人希望找到的是稳定的工作, 但是老板要的是散工啊, 你做个两个月,三个月,第三个月转正以后, 啊,你走吧,走吧,走吧,我换一批, 社保可以逃,是吧,工作啊,是吧,可以跑, 是吧,他想尽的一切都是这种的办法, 拼命的在想的是这种办法, 老板在挖空心寺,节约人力资本, 是吧,公务员事业单位,是吧, 公务员事业单位,那些边外人员, 就合同制的人员,能清退都清退了, 除了我看看,除了协颈啊, 没有清退啊,很多的地方啊, 包括杭州,上海,是吧,福建,江苏, 大量的原来政府所聘用的零聘人员, 合同人员,没有编制的人员,是吧, 纷纷的,是吧,被辞退, 那你回家吧,是吧, 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活,是吧,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零聘人员, 大家都知道我的家里人基本都在学校啊, 都在那个启事业单位, 那么我家里人身边的那些人呢, 退休的人员,收入目前相对较稳定啊, 那么很多啊, 现在儿子,儿子,媳妇,啊, 小孩的那个,呃,就是兴趣班啊, 要不要报啊,要看公共婆婆的脸色, 为什么,公共婆婆有退休金,啊, 儿子,媳妇收入不高啊, 收入很低啊,是吧, 现在,啊,原来一个月拿到手, 三千多块钱,四千七百块, 三千八百块,四千七百块钱,啊, 这个还分大小月, 还分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 都能拿到三四千块钱, 现在, 基本工资, 所有东西一扣, 只剩下两千八百块钱, 九十块钱一天, 三九二十七啊, 九十多块钱一天, 你让老百姓怎么活, 我前面提到, 一个鸡蛋一块五, 一斤猪肉四十五块, 一斤牛肉八十五块, 是吧, 现在, 蔬菜上加, 油粮米面上加, 散装的大米, 从一块二, 涨到了两块三, 是吧, 你让老百姓怎么活, 共产党, 你如何让老百姓去存活, 特别是那些五六类的小县城, 五六县的小县城, 你让那些基层的老百姓怎么活, 退休人员, 反正我每个月有这点钱, 我今天肉涨价, 我少买一点, 是吧, 明天这个涨价, 我少买一点, 是吧, 无非是这么过, 老百姓锦衣节食, 是吧, 你习近平今天分分钟要代表人民, 你凭什么代表人民, 你, 我觉得你现在中国共产党, 我前几天还给共产党打分, 我说你三十五分, 我看这几天又得降分, 是吧, 你还不要及格不及格, 你现在是没有测身处地, 为老百姓去考虑, 对吧, 两千八百人民币, 对吧, 在澳洲是多少钱, 澳洲是四百五, 六百澳币都不到, 是吧, 六百澳币对于澳洲人来说就是一周, 一周的工资, 可能都已经超过六百澳币, 是吧, 因为二十块钱澳币一小时嘛, 共产党美国印钱, 澳大利亚印钱, 欧洲也印钱, 加拿大也印钱, 人家印的钱是补贴给低收入者, 是吧, 补贴给低收入者, 社会的, 就是这种, 这种残疾低生存能力者, 共产党你印钱在补贴什么, 补贴国旨, 补贴银行坏账, 是吧, 补贴政府, 那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共产党你习近平还大撒币, 是吧, 现在, 医院, 因为种种的原因, 医院原来割个包皮, 是吧, 创点收, 是吧, 看个病, 创点收, 现在包皮也不割了, 是吧, 除了必要的这个急救类的这个医学项目, 其他也不搞了, 是吧, 医院工资, 奖金现在都发不出, 医生啊, 都怨声再到, 是吧, 教师啊, 幸亏9月1号到了, 是吧, 大量的现金的啊, 这个叫做赞助费, 是吧, 买学籍, 终于把去年, 就过年前, 欠的老次的年终奖给发下去了, 我上查去年3月份, 你又欠了半年啊, 你的绩效都欠了半年,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习近平你思想倒退没问题, 国家政府倒退没问题, 老百姓的生活也在倒退, 是吧, 你今天还在搞什么, 什么灭绝藏羽啊, 我真的为你习近平捏把汗, 我真的为你们共产党啊, 捏把汗, 好吧, 难怪, 蒋经国先生说, 亡共再共, 好吧, 好, 我是尹柯, 我希望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订阅, 我府媒体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我喜欢你, 我只要尹柯, 我叫你三个月, 我相信你, 我真的能干 Agricalah,